謝謝主席,請一下部長好嗎? 還有我們國營事業的陳副主委 陳昭與陳副主委 我先請教一下,今年度有一個議題大家非常關心的 因為覺得說,今年的經濟成長率有overheating 十幾%是很好的,經濟成長率 但是為什麼很多基層的勞工沒有感受到的 因為他們都沒有加薪了 所以我請教,國營事業今年有沒有可能計劃加薪? 陳如您剛剛講的,我們的確也在注意這整個的 雖然成長率夠高,但是一般社會的反應不是這個感應在那邊 這個跟薪資所得的成長的幅度是有關係的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個,國營事業的加薪是跟公務員加薪一起走的 國營事業這一塊不是講那個轉投資 轉投資剛才講過台船2%,中鋼2% 這已經調整了,這已經在處理之中 但國營事業的薪資調整是跟公務員一起走的 是這樣子嗎?國營事業自己的事業單位咧? 有賺錢就夠了 那你今年有賺錢嗎? 今年有賺錢嗎? 今年有賺錢嗎? 今年...到目前為止,中有賺錢,向台電要了解 台電虧錢喔? 終於有賺錢啦 賺錢給他加薪啊,不賺錢就不要加薪啊 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台電同事大概會有很多的看法 因為這邊電價有關係在那邊 好,這個部長,我覺得你應該去認真去思考 因為現在外面看到常在講經濟成長率多少多少 今年大概八點多了 那單月都到十幾%了 事實上大概以後要再建這樣的成長率也不太容易了 可是這樣子的成長率喔 這個很低沉的一般老百姓是沒有感覺的 為什麼? 我們要扣薪水,薪水不加薪啊 沒有啊! 這麼沒有加薪你們就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我是覺得要不要認真去評估一下喔 真的怎麼樣來鼓勵國營事業跟國營事業的轉投資的事業 在這一部分有沒有這個論可以加薪?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的確我們有在內部在談這個議題喔 那麼中間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整個營所稅從25%降到17%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覺得企業應該把若干的所得呢 有適當的回應給他的員工 看起來應該是一種合理的選擇在那邊 這事情呢,經濟部內部現在正在評估之中 我可以做這樣子 從你的治理行間齁 我聞一下那種感覺是 經濟部的國營事業跟國營事業的轉投資事業 在認真評估加薪當中 可以這樣解讀嗎? 這樣解讀有沒有錯? 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是講的是,講的是 是剛才講的,是國營事業跟公務委員事在一塊 要不要在一塊,另外一件事 精神上你就認為他該加薪 第二個是,牽得到的是 各個轉投資事業 各個轉投資事業的經營狀況是不相同的 他有獲利的,也有虧損都有在那邊 我們不可能用一條邊來處理的 只要看他的經濟狀況 那到目前為止,中鋼已經加2%了 台傳剛剛提到,今天在開董事業 什麼時候開他上午還是下午 那個鄭董事長,現在正在開 加5%是嗎? 2% 中鋼2% 你們加2% 假設通過就是2% 所以我們會看個案定 我們不會統一處理 沒有了是嗎? 不會統一處理 因為其實就是,中鋼、台傳 這個也都是個案處理的 所以,我如果再進一步解讀的是 部長站在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 既然營所稅調到17% 企業多賺的錢,應該多照顧一點勞工 部長是這樣看法沒有錯嗎? 基本上我們覺得,企業有收益的話 照顧員工是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話沒有錯嗎? 就是認真評估加薪當中 這沒有錯嗎? 我解讀沒有錯啊 我沒辦法講得這麼肯定 因為每家公司不一樣 每家公司的財務結構都不相同 必須要看每個公司的狀況做最後決定 好 這個你剛剛提到 你主動點名台電啦 台電97年虧700多億 98年虧130幾億 然後1到6月虧230幾億 我現在已經換話題了 我已經轉台了 我不跟你談嘉心的問題 我跟你講台電的東西 台電 為什麼每年虧?為什麼? 這基本上還是跟電價的結構是 完全有關係的 這我也很清楚 謝謝 你這樣說 老百姓就聽不懂得 就是 好像你賺不賺錢 只靠一個 所以要給你加車 整個的 老百姓能不能接受 成本再增加 但是呢 電價銷售的收入又沒辦法 做很大的變動 所以難道成本一增加的話呢 銷售成本 銷售的所得又沒辦法增加 這個虧損就會產生出來 那個外界 特別是環保署的署長 炮轟經濟部 炮轟你這裡 說再生能源都 講假的 講假的 他講這個東西 你們收購電 這部分 不積極 非常消極 而且排斥 等等之類的 環保署這樣子炮轟你們 經濟部 說你根本都是玩假的 然後我看了一下 老半天 我就看得蠻難過的 一個執政團隊裡面 然後各單位之間 然後環保署對經濟部指責的時候 經濟部沒有任何反應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做一些 你說同意他這種講法是不是 我跟委員報告做兩部分 第一個我們的確有把整個事情的原委 在新聞上做處理 但是登多少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是媒體害的 媒體沒有關係 這是第一個報告 那麼第二個 經濟部對再生能源 就定有目標 巡視漸進在推動之中 那麼因為中間 可能是社會各界最大的爭議 還是太陽光電這一個項目在那邊 因為太陽光電目前的確沒有錯 我們收購價格 跟台電本身的成本價差差太大 現在收購價格一度多少錢 它有分三個等級 11塊多到12塊多 那很貴啊 所以這個價差很大 所以這種情況下壓力很大 從這邊過來的跟委員報告 我們火力化電要一度多少錢 看煤或是看 煤啊 每個都不一樣煤多少 平均 三塊多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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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高 兩塊多 兩塊零一 核電大概兩塊多 不是 核電低一點 核電更低一點 更低 更低一點 所以差太多是嗎 總共現在的成本大概每一度電 我跟部長講啊 你們幾位長官啊 這個我們都了解齁 現在你台電跟一個工需有關係 這個便電所要蓋啊 到哪裡都反對 到哪裡都反對 幾乎 請問你現在請問你 正在蓋的便電所幾個 整個台灣有幾個 正在蓋便電所幾個 抱歉跟委員報告 總共在蓋的幾個便電所 我並不清楚 蛤 我並不清楚 有沒有十個 台電總經理怎麼不清楚 你奇怪 是的 台電總經理居然不知道有幾個便電所要蓋 好吧 那你告訴我 有幾個地方反對你們蓋 呃 有很多是 總經理 我告訴你 幾乎都反對 幾乎都反對 你蓋便電所 齁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掌握這個資料 對不對 總經理 是 來 這個師傅長 你知不知道 平均一個里多少人 你知道嗎 抱歉 我不曉得 很好算 一個立委大概五十個里 一個立委的選區人數 roughly 大概三十萬人左右 就獲勝了 用這樣算 有的大有的小里 平均一個里六千人 六千人 請問你 一個里裡面 兩個便電所同時運轉 你覺得合不合理 請問你 我想這要看里的地點 我們講都會區好了 都會區好了 都會區 都會區我覺得是 對整個都會區的環境影響是很大 好 影響很大 謝謝部長這樣講 所以部長你可以同意 我們立法院可以做這樣的決議 我一定會做這個決議 在整個預算裡面 我會做這個決議 即便我不在經紀委員會 除了這個門我一定要這樣做 一個里 特別在都會區裡面 他地不會太大 然後人口六千人而已 如果兩個便電所 你看老百姓會允許多大的恐慌 甚至有的要三個便電所 所以 我要做一個這樣決議部長 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怎麼樣 我要做一個決議 這可能要全面去稍微了解一下 到底多少個里有兩個便電所 他的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哪裡 台電辭定老百姓 這樣而已 在哪裡 就是我要做一個決議 先講我主張 一個里不能夠同時有兩個便電所在運轉 我相信 我原本絕對支持 一個里才六千個人 六千個人而已 你要幫兩個便電所 但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都有歷史的因素 歷史的因素 一定有 因為便電所都不是馬上過來 都是好幾年這樣蓋過來的 那麼呢 你假設某地方要牽走 一定要找個地方去牽過去 不能說沒有地方去就把它 沒有我覺得這兩個都連起來 包括剛才的再生人員 就是你們一方面不積極 那麼消極 甚至於抵制 二方面 你這個電在弄的時候 你現在碰到一個很大的困境 就是你變成說 根本蓋不起來 我所了解到哪裡都抗爭 到哪裡都跟你抗爭 所以這樣的一個 一個delima的情況之下 我沒有看到台電很積極 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所了解的 包括未還幾個委員 他們的選區 都碰到這個問題 我所了解的 幾乎每個立委的選區 只要蓋便電所 通通是反對 都反對你們蓋 你們根本蓋不下去 你們根本蓋不下去 蓋不下去的情況之下 因為為什麼 老百姓會怕 不管你怎麼講 老百姓會怕 我覺得台電啊 這怎麼辦啊 台電的高層 董事長 總經理啊 對這個事情幾乎啊 束手無策也好啊 然後不知道怎麼辦啊 溝通也不溝通 或者溝通不利 然後 然後 讓老百姓在那裡恐慌 抗爭 然後眼看著就是便電所 一個一個蓋不起來 到那裡計畫 絕對停擺 到那裡計畫絕對停擺 部長 你要好好重視這個問題 我覺得部長 不夠深入這個問題 你就了解一下 幾乎 幾乎我可以跟你講 最少有十個便電所在蓋 通通是被當地的居民反對 而且絕對立委絕對反對 因為單立選區 沒有一個立委能夠忍受得了說 更何況 有一個理裡面有兩個被電所 不要說都會區 即便非都會區 我相信也沒有立委會去接受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要正視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picture是 你看了這個事情 台電無能力來解決 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能力 台電一點能力都沒有 然後你再生能源也不積極去處理 這樣在那裡啊 對不對 整個就擺爛 部長 然後你們唯一想到了 讓台電賺錢 唯一想到就是加電價 這樣而已 唯一就是加電價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台電對於所有便電所 都在地方上做積極的溝通 這個委員也知道 但是呢 的確碰到非常大的阻力 這第一個報告 第二 再三天議員 我們在條例裡面 都有定目標 我們也在定 每兩年要檢討的目標 也都朝著目標在推動 基本上來講 以今年為例 一定會超過 最後一個問 一個小問題啦 國光石化 到底起了就起了嗎 部長以你的評估 以現在時工 蓋得下去蓋不下去 請問 這個還是一個 要看整個環評的結果 那麼剛才我們 陳董事長的估計是 12月底大概會有環評結果出來 那環評當然沒有過 這案子就沒辦法往前走 那個是過度樂觀啦 我看起來各方面力量啊 而且我所了解的 學界一直在發動這個 反對你們 我覺得 到底你們都講不清楚啊 這點是我老實講 我很替經濟部來擔心 噴到環保署泡紅你們 你們也提不出有利的 一個 一個 然後 任由這樣大家一起弄 整個 都沒有辦法繼續的 重大的 經濟計畫都沒辦法去做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好不好 好